长征过后,全国近900位结构技师等专业人员 投入灾后立即建筑物受灾程度的判定 也就是由国土署主导的红黄单机制 就像为建筑物做急诊的紧急减伤处理 但采访团队实际访查后发现 有些民众顾虑到自家本身就有违建 或担心被贴红单后不能进入建物做生意 连带房价也会被影响等顾忌 导致有红黄单一律的建筑物悄悄被影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房屋所有权人没有通报勘验 自行积极修缮或补强 但是有多少存在风险的建物是没有被通报 也没有处理的 透过镜头带您直击 这个下面 0403强政后一个月 直击新北市中和区 宏丹建物深处 从没想过下一秒 眼前竟长出整片钢铁丛林 密密麻麻的钢管支柱 从地下室拔地而起 这一圈都只花了四天 为防建筑物向下塌陷 钢管支柱只是权益之计 因为建物主结构受到地震严重破坏 地下室若不赶快临时支撑 就怕酿成更大危机 因为网上看看一楼的情况 触目所及一片狼藉 俗称红丹的灾害后危险建筑物 紧急评估危险标志 还贴在门上最显眼的位置 灾后主结构受损 有安全疑虑或地基不稳 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说 都得贴上红丹 黄丹则是建物结构安全无余 但存在物件掉落等 商人疑虑的情况 然而目前正后建物安全性的勘验 多靠民众或村里长自主通报 被隐形的红黄丹建物 其实无所不在 采访团队得知 这处像弄内的厂房建物 因地震多有受损 但包含这栋建筑物在内 绝大部分民众都选择自行修缮 没有向工部门通报勘验 当然也就没有被纳入 属于震损型泰中 红黄丹建物的可能 我们寻着屋主步伐 走入地下室 与楼梯相连的衡量 已是做钢板包覆的补墙工法 另外又加了两根钢柱 强化承重能力 因为它这裂的很严重 整个裂的很严重 没有用这个层受不了 钢筋水泥耐不住墙震 刚才焊接的痕迹到处都有 修完一个又追加一处 实际拿该房屋受损的相关资讯 询问土木济师与建筑师 镇后墙面四十五度裂痕 红砖钢筋裸露 且存在掉落物等多种危害疑虑 若经工部门通报程序 足以达成黄丹基本要件 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也没有人来讲 对 那时候很紧张 就赶快说先自保 赶快处理 对啊 你再去拿个红黄灯 再去叫政府安排 等于不小心整个都倒下来 更危险 屋主有结构济湿的人脉 第一时间没找工部门帮忙 是担心不晓得要和多少人排队等看宴 他们也是等了一个星期才来 我们都已经全部都把那个墙都打掉 他才来 其实并不会 我们从04、03开始成立这样的 这个通报的机制 几乎电话打来 大概一到两天就可以派云 尤其是刚开始人力很充沛的时候 总共动员的人数有877位济湿 那出来的建筑 请求看它才2900多件 所以并没有讲到说 根本等不到没有拿回去 两方说法显然有差距 但能确定的是 正后建物损坏修缮与补墙 官民都有责任 但怕的是明知建筑物有安全疑虑 却用鸵鸟心态 不通报或不处理 写零零的例子就在花莲富凯大饭店上演 4月23日余震一来 饭店应声倾斜 所有人食料未及 因为该饭店建物早在零四零三强震 就出现毁损 但因没有通报县府鉴定 也就没有被列入红黄丹建物市井 就怕轻壶酿灾 我们前进另一处因地震导致受损的建物内部 大片裂痕 夺漏红砖 不愿露灭的屋主同意我们拍摄时强调 这裂开的墙不是沉重墙 所以证实没打算修盛 虽然它现在有裂缝 又不倒 可是它的裂缝又超过很大的话 还是有倒的存在 它还是会倒 但是就是看地震的激素 如果说地震够大的话 它还是倒 这个原则上是有风险 那以这个照片显现 这个是一个砖墙的45度裂缝 既然有45度的裂缝 就是表示在力量传递的过程 从板到墙 然后墙到墙到梁柱 这些系统上 它的力量传递的路径是强度不足 危险建物的黑树 难防伤己也伤人 但民众为何不愿通报 最普遍的是 光想到好几万元的房屋修缮费 就先打退堂股 建物本身如果又有违建 主动勘验更像是自找麻烦 等到真的被贴上红黄丹列管 房价会不会大跌 这些利益考量都让民众 对红黄丹更加顾忌 但是不是就变成政府 掌握的一个比较灰色地带 确实那些数字 我们掌握不到 这个清单都在地方政府 由他们来接受民众的电话通报 然后派园区现场 所以那个清单的掌握 是在地方政府 所以中央是没有掌握相关的一个整理吗 我们掌握的是 县市政府的执行进度 进一步追问 若结构技师等专业人员 非经工部门通报程序 执行专业勘验机制 建物若具备贴上红黄丹的情况 中央也能追踪吗 所以其实是强制要通报的吗 如果有这个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就希望县市政府 这个时间点 希望把它纳入 未来出降频的强制对象当中 当然站在政府立场 我们会尽量去把这些 比较有危险性的可能的 去把它找出来 民众本来就有义务 根据建筑法 如果维护管理职责 如果你没有善尽维护管理职责 而造成他人的损害 或财产损失 它是要付相关的 除了民行事责任以外 其实在行政法上 它是我们如果知道 也会被罚款 这类隐忧能由建物普查揭开吗 我们以台北市为例 正后一个月内 建管处接获 2140件勘验通报 北市请三大祭司公会 300多位祭司勘验 但到正后一个半月 仍有300多件塞车中 不管是老旧或受损 不安全的房屋 那当然有一些住户 是自行申请 所谓的耐震出品 或者耐震降品 那也可以得到 同样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 大概市政府或者公部门 大概没有机会 可以去帮他执行贴红单 或者黄单的这个动作 正后无偿协助北市建物 紧急勘验的土木济师杜明星 在南机场夜市一带 帮助许多民众 了解自家建物安全情况 他也观察到民众的真实反应 那大多数的民众 是对贴红单或黄单 是有排斥的 因为他可能是因为 做生意的问题 或者后续处理 他可能在经济上 或者资讯上 流程上 他觉得不清楚 或者说他在处理上 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个负担 近距离观察建物受损的商家 经限期改善后 红单以降为黄单 贴在店门旁 容易被忽略的位置 无论强政过后 足以达成红黄单的建物 有多少没被通报 民众都该了解 所有私领域的利益 都不该是赌注 唯有安全才是最高指导原则